《詞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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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因為各位在社會長那麼久 必然有非常多的故事願意講 因為我們第一個 我們沒有這麼多的時間去播出各位的談話 我想說在北投社大20週年的此時 兩位你們給我大概幾句話來祝福一下好不好 就是願意講的都可以 試試看看林傑先生 OK 非常感動北投社大終於也20歲了 長大成人了 那在這麼輝煌的歷史 這麼多元的課程 然後無論講師學員都這麼豐富 還有志工們這麼豐富的投入之下 我希望社大能夠保有你原來最真誠的那種辦學的心情 一樣繼續更網羅更多的老師 然後上開更多的多元課程 然後能夠長長久久 我希望我到80歲的時候 還可以免費來上課 然後呢90歲的時候 不對85忘記了 反正總之我希望我能夠一直學到我不能走路 然後希望真的是長長久久 也祝社大辦學成功 然後所有的人平安健康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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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我的观众和我的观众 提到北投 有任何东西你想告诉我吗 好,好,你 我认为北投是一个很便宜的地方 to New Betel Station and you can take MRT to New Betel Station and you just walk around Betel Park then you can see a beautiful green building of the public library and then you can see a very famous old Hard Spring House and then you can walk up to the Therumont Valley that is a very very romantic place and especially if you visit this location in winter then you can see a lot of hot spring smoke just like a heaven and when you walk down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park then you can see and then you can see historic place yeah the hot spring museum that is a very very beautiful building and there are exhibitions inside and you can visit for free because that is served by the volunteers and then there are a lot of tropical plants in the park that is a famous park for the plant and then of course they are also very convenient and there are a lot of cuisine around the park and my daughter said that and there in New Betel Station there are a lot of not convenience though fast food stores so for young people for old people this is a very good place to visit and some people say that and that is a five star tourist attraction thank you very much so about as a student in Betel Betel University if you want to tell some foreigners about this community college what would you like to what jump up at your first thought to put an ad for Betel University or Betel Community College I think there are a lot of courses that is related to the Betel culture and of course there are a lot of a variety of courses that are interesting to the students and all the teachers and the students just like a family and they sometimes there are also some seminars free for the community residents so I think Betel Community College really endure some how to say community education responsibility and make this community more interesting and very attractive and very attractive and enrich your life and you can choose Betel Sella OK 因为我是驾到北投来 那我去上班的时候 都是会经过士林搭公车 然后当我知道士林有一个社区大学要开始的时候 我非常的兴奋 就搜寻了一下北投有没有 当时北投并没有 那那个时候小孩子还小 那去士林上课 回家晚了交通也没那么方便 所以我当时就先暂时割下 过了几年呢 当我听到北投要开社区大学的时候 雀跃不已 我几乎是非常非常早的就报名 当时还是用那个邮政化博去缴费的 所以我当时的那个学员证是非常 号码是非常特别的 那我还记得第一期呢 我原先呢 是打算跟我先生一起来学国标舞 但是我先工作忙 所以没有办法跟我一起来 然后他又说了一句 这辈子从来没说过的话 他说跳国标舞很容易有外遇 我立刻180度的转变 选了人生哲学的这堂课 那我记得当时第一期 因为好像已经四月 所以第一期只有十二周 那开始上了社大之后 就喜欢上社大 之后就源源不断 每一期那个DM出来 就每一堂课都非常的有兴趣 那目前的课是什么 目前的是中国古典舞 我最后留在这个先民族舞 中国古典舞 应该有十几年了 民国九十七年到现在 所以你的兴趣基本上 是在舞蹈这块 对 因为我觉得舞蹈呢 一来他可以运动欣赏音乐 再加上我们老师是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亲切 然后非常把我们都当 他的小孩一样的这样带 所以很很感恩啊 再加上最近这 大概可能有七八年了吧 发现他不但就说 对自己有益 我还可以拿这个舞蹈 到安养机构去表演 去慰绕老人家 在我们社区或是礼办公室 关怀2.0做表演 然后当我的脸书 PO出我去关怀的活动的时候 我的同学朋友 每一人都觉得非常羡慕 因为我可以结合这个 兴趣跟公益 再加上你知道 我们平常也不会打扮 可是当我们去表演的时候 打扮的飘飘亮亮 我现在舞音有一大个衣橱 满满的道具跟舞音 我觉得非常开心 非常感谢社大 提供我这样的学习环境 OK 那看起来舞蹈 是你心目中很重要的一个元素 目前是 那我要进一步问 那你过去的职业跟专业 OK 我从大学毕业就开始是一个城市设计师 那做到第二个工作是一个外商公司 那外商的在资讯单位工作 那这个药厂我觉得也感谢这个公司 是非常稳定发展 所以我可以家庭事业 还有个人生活可以兼顾 意思就是说 我并不需要常常加班 所以在我可以准时下班的情况下 我就虽然那时候小孩子还少 我就留一天给自己学习 然后可以充电 这样呢可以让我可以走得更远更开心 好 OK 那这样听起来 当然就是你的职业 其实提供你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生活环境 对 你有余裕去参加外面自己有兴趣的一个舞蹈的学习 对 那我进步想了解就是我想我想这个社会上不只只有社大 有舞蹈的课程 很多大学里面有教舞蹈 那也有私人的舞蹈社 什么样的理由让你选择社大 其实当时我选择社大并不是因为舞蹈 就像我说我一开始上的是人生哲学 后来我陆陆续续还上过英文读书会 然后还有什么生机饮食 心理学 人际沟通 还有印度舞 肚皮舞 最后的民族舞 中国舞蹈舞 中国古典舞 所以是有很多不同的尝试 我甚至于曾经报名了好几个 比方说什么色彩心理学 什么成功学 我现在爱的不得了 但是就是报名人数不足 所以开不成课 所以就是我就是多方尝试 只是最后这十几年呢 也是就是留在这个舞蹈这边 这样 这样看起来就是说 你是兴趣是多方面 那我刚才的问题是说 你为什么选择社大 外面有很多其他 这个就是一个 我觉得社区大学 因为离家近 而且它的收费呢 说实话很清明 再加上进了社大之后 虽然说二十年前 环境不像现在这么好 我们以前的舞蹈教室 在空手道教室 是在地下室 然后有些灰尘 然后校舍也比较破旧 可是呢 我看得到社区大学的 呃 办公室的呃 同仁 校长 主秘 还有老师们 非常非常的用心 在办这个 办学 再加上每一期 都有很多新课程推出 然后这些课程呢 都非常的多元丰富 你真的是恨不得 每天都来上课 就是无奈就是真的是时间有限 所以只能够选少数的一两堂课 我是陪着社大一路走来 这样觉得所有的东西都看在眼里 我是知道这个社大的热心付出 跟用心办学 所以基本上你的学习动机很强烈 就是说一方面是多样性 另外一方面就是你很积极的替自己的 除了生活跟职业之外 有另外一个生活的空间把它充实起来 对 好 那 你们用简单的几句话 来形容你对社大的认识 嗯 其实社大 我知道有一些学员对社大会有一些抱怨或是不满 就像我们一开始上课的时候 有些新学员一开始就会先抱怨 教室怎么那么糟 怎么连垃圾桶都没有 好 然后怎么都没有人打扫 我觉得这样的心态就好像你去 买东西 你会抱怨那个店家 可是当你把自己当作这个 学校的一份子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 这些责任并不是在校方 这整个环境是我们大家要一起来维护的 另外因为我大概是当班代也当了很多年 所以呢 对学校比较多的了解 知道学校的用心 比方说我们从没有电梯到有电梯 然后有自己的一栋这个教室 那我们知道学校已经在用心 只是有些努力 并不是你今天努力明天马上又成果的 所以对学校多有了解的时候 你就会对学校更有信心 然后会站在学校同样的立场去支持学校 然后当看社大的学员的人数越来越多 课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真的是予以荣焉 然后我知道社大它是很多在地的文化 所以在整个台北市的社大 也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社区大学 我真的是觉得加来北投 住在北投真的是一件很幸福快乐的事情 OK 这是你对北投社大特别的中爱 中爱跟赞尾 对 那我另外比较提更进一步的谈的意思就是说 那因为社大也有二十几年 那综合来讲不只是北投社大 你对社大两个字的认识 跟它的内感是什么 OK 因为社大它主要就是提供我们成人的一个学习环境 那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 大家都是自主自动自发的学习 所以我觉得学习的效果会比教那种学生就不一样 那为什么会选择北投社大 当然是地缘嘛 我就住在北投 我就不会大老远跑去台北市的某个社大去上课 那因为北投社大对我来说就有一个亲切性 所以社大已经有这么这么多的课程可以选择的情况下 我当然就不用舍尽求远还去别的社大上课 对 这就是我选择社大的原因 北投社大 那关于你自己同学社大 有没有一件事有没有成绩 当主秘提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稍微想了一下 其实我第一个让我想到的就是四年前 当时北投社大 应该说台北市社大20周年庆 但是北投社大只有16周年庆的时候 他说从电脑资料筛选出来 我是上课最久的第一名 其实我有点惊讶 我觉得不是大家都应该跟我一样吗 来了社大就黏住了 屌屌就继续上 他说没有没有总是会有人中断 所以他那个时候就推我当代表去台北市领奖 然后拿到一个终生学习的这个奖杯 那这件事就是让我觉得很很很惊喜 那另外一个关于学校的话 其实大大小小的事情很多 我觉得一个比较大的危机 就是去年三级警戒的时候 那突然就课程就停摆 然后有些就是要转成线上 然后甚至于几个月之后 开始慢慢要恢复上课的时候 然后就跟社的班代表就是开个会 意思就是说能不能大家共提时间 是不是有学员愿意牺牲掉一些折扣 让社大可以不要亏这么大 那你知道我一直是保皇派 我从一开始就很站在社大这一边 我们都可以了解说这个经营者的困难 再加上这种疫情实在是天灾人祸 我们现在真的是大家互相退一步 就像我的房客 我也是自动帮他减租一样 因为我们想我们自己能够吃饱 也要让别人不要饿死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觉得社大凝聚了一个蛮大的凝聚率 这是我另外一件难忘的事 是那个像脸书有个北投邦的一个社团 经常会有年轻的人说 我爸爸快要退休了 妈妈快退休了 总不能在家看电视而已 该怎么办呢 就会问大家有没有哪边可以做些什么 那我都极力推荐了北投社大 一来他就离北投很近 二来因为多元的学习 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没有持续的学习 你来这边不但可以学习 你可以交朋友 你可以贡献 你可以投入 这样你的生活就有意义 然后你就会活得更健康 况且这边有很多课程是包括 不管是运动养生的 或是修身养性的 什么课都有 所以当然不是只有退休的人员 像我还没有退休 我就来上课 那尤其是退休的人 更应该把握这种 我们这么好的社会资源 有这么多优秀的课程 所以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学习 然后就可以来付出 然后就可以活得更健康更快乐 应该这样说 我觉得我真的是不知老之将至 因为我从来都不去记我到底几岁了 那我这样的不断的学习或是做公益表演 其实这个对孩子来说也是看在眼里 我女儿就曾经跟我说 爸爸要是退休 你一定要带他去设大上课 否则他就会变在家里变成孤单老人 所以这个对小孩子来说 这个就是也是一个很很很正面的影响 那我觉得每天每天我现在就是生活的 尤其是退休之后 我觉得人生怎么可以如此的美好 每天都不同不同的运动 不同的课程 不同的学习 不同的公益表演 那为什么要公益表演 我就说平常你不可能每天打扮的漂漂亮亮 可是当你去表演的时候 色意双全 你一定要有色 对不对 一定要打扮的花枝招展 这样老人家眼睛才会亮起来 要不然看路人甲表演 就没什么吸引力了 所以这个真的是别人都说 哇你好棒哦 怎么又像菩萨又像 我说不要讲那么多 至于于人 采一于长者如此而已 没有那么伟大 就是真的是利己利人 所以我觉得就是要保持常常 尤其是我们到养老院的话 我们当然是最小的 对不对 他们都是长辈 但是我不会叫他们阿公阿嬷 我一定是叫他们大哥哥大姐姐 因为我的大哥大姐也是这个年纪 所以经常的去付出 然后去散播快乐散播爱 自然就永保年轻忘记年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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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